这是轰动韩国的真实案件 女郎接到老板电话 去约定地点接客 从这之后便再也联系不上 老板以为她只是不再想干这行 并没有在意 但没过几天又有人失踪 老板从事见不得光的买卖 不敢报警寻找他们 手下的女郎越来越少 她开始发愁决定寻找原因 翻看交易记录时发现 两名女郎失踪前 接待的是同一名顾客 老板不禁产生怀疑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是熟悉的手机号 为了查明真相 老板派美真开车到约定地点接客人 到达对方家后 记下她的地址和门牌号 找机会用短信发给自己 让她千万注意安全 美真发着高烧本不想工作 但还有年幼的女儿养活 她只能服从老板的命令开车去接客人 男人叫英明 看起来并没有攻击性 跟随她的指引 将车辆停在昏暗的巷子 两人步行几分钟后来到独栋别墅门口 英明试了很多把钥匙才将门打开 美真觉得不对劲 特意给大门留缝隙方便自己逃离 美真跟着英明走进房子 她借口洗澡来到卫生间 想给老板发短信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她举起手机打开窗户 没想到窗户已经被封死 就在这时她注意到 角落居然有一撮长发 上面还沾有血子 美真捂住嘴不敢发出声音 她打湿头发强装镇定走到客厅 说东西忘在车上要去拿 英明点头同意 美真走到门口 却发现门已经被锁上 英明露出真实面目 另一边 老板迟迟没有收到美真的信息 电话也无人接听 她感觉大事不妙 立马四处寻找 终于在小巷内找到美真的车 但她无法确定英明住在哪洞 只能在附近继续寻找线索 女人的四肢被牢牢捆住 男人将她扔进浴室 随后拿出一堆工具 美真下惨了不断求饶 英明让她不要叫缓 上一个女人就是因为太吵 于是把她的舌头割了 美真让她放过自己 家里还有年幼的女儿需要抚养 但英明并不理会 拿起锤子砸向她 就在这时门铃响起 一对老夫妻前来拜访老朋友 原来这栋房子并不是英明的 英明表示原主人已经搬走 但老夫妻根本不信 老朋友不会无缘无故联系不上 就在这时宠物狗跑到门口 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 老夫妻觉得英明的身份很可疑 英明害怕事情暴露 将两人骗进屋残忍杀害 随后拿走他们的车钥匙 准备把车停到其他地方 经过十字路口时 和老板撞了个正着 老板下车协商 让她留下电话找保险公司处理 英明表示不用她赔偿 老板凭借曾经当警察的直觉 觉得英明的行为很可疑 接着又发现她的衣服上沾满血迹 于是拨通了客人的手机号 电话铃声果然响起 看来美甄就是被她抓走的 英明连忙逃跑 老板追了上去 两人扭打在一起 英明不是她的对手很快被制服了 老板曾是刑警 由于违反纪律被开除 随后做起批条课 就在这时警察赶来 将两人一起带到派出所 老板问英明 把自己手下的女郎卖到哪去了 英明却淡定地说没有拐卖他们 只是把他们杀了 他毫不掩饰地讲述所有杀人细节 称已经杀害11人 而问到作案动机和埋尸地点时 他却闭口不谈 因为这样警方就找不到证据 无法给他定罪 24个小时后便要将他放了 老板来到美甄家提取DNA 和英明身上的血迹做对比 他这才知道美甄还有个女儿 为了保证她的安全 把她带在身边 女人的四肢被绑住 他被困在昏暗的房间 美甄睁开双眼 看到多了两具尸体 此时凶手被带到警局接受审问 DNA结果显示 英明衣服上的血迹并不是美甄的 在言行逼供下 他终于说出一个地址 警方立马赶过去进行地毯式搜查 这是英明曾经工作的地方 但警方绝第三尺也没有找到尸体 他们翻看以前的档案 发现这是英明第三次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最终因没有掌握充足的证据将他无罪释放 他似乎很享受戏弄警察的过程 24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警方必须尽快找到证据 就在这时检察官找到负责此案的刑警 要求尽快将英明释放 否则就揭露他们暴力执法 英明脸上的伤口就是最好的证据 听到此的刑警 只好将英明放走 原来英明前两次是检察官负责审理 最后没有足够证据将他逮捕 如果这次证明英明有罪 他会因为失职受到惩罚 老板彻底对警方失望 决定自己去救美甄 跳下窗户逃了出来 美甄连忙跑到附近的便利店寻求帮助 大婶见他浑身是血下惨了 连忙让他躲起来 美甄给老板打电话 此时他正在路上没有听到手机铃声 英明也回来了 准备去便利店买烟 他是这里的熟客 大婶见到他连忙求助 附近住着恶魔正在追杀女孩 希望英明在这保护他们 警方正在赶来的路上 听到此的英明锁住玻璃门 大婶还没有察觉到异常 主动把锤子递给他防身 英明很快将大婶解决 接着找到美甄 用锤子狠狠砸在他身上 他终究死在恶魔之手 警方赶到时只有两具冰冷的尸体 英明已经逃跑 老板悲痛欲绝 他打开手机 这才看到美甄给他打了电话 老板非常自责 是他害美甄惨死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英明 让他付出代价 老板继续到美甄失踪的附近寻找线索 终于找到准备逃跑的英明 两人扭打在一起 警方很快赶到将英明抓获 他们在院子里挖出十几具受害人的尸体 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 如今证据确凿 英明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电影《追击者》 英明的原型是韩国家喻户晓的杀人魔刘永哲 他因为自卑导致心灵扭曲 只有通过杀人才能获得快感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